近期有不少古装剧开拍 男星帅气造型也在网上掀起热议 像是张婉一在柳州纪的造型 就让人联想到长相思苍贤 而邓维近期也接下了手不担高男主的古装剧 古装扮相依旧充满仙气 此外还有侯明浩 成蕾的古装新造型同样让人惊艳 以下为八位陆具男星最新古装造型 张婉一柳州纪霸气 邓维先台有数当男主 陆具男星最新古装造型 有柳州纪张婉一 张婉一的古装新剧柳州纪 九月刚开拍 这次合作的是九五后小花王处然 两人古装扮相好看 目前路透照看起来CP火花还算强 柳州纪改编自小说胶藏 原著知名度很高 因此这次改编也备受瞩目 而日前曝光的张婉一新造型 感觉和苍贤风格有点相似 都是以充满霸气的黑色系服装为主 张婉一还有一套墨蓝色衣服路透 看着大气从容 马上的戏更英姿洒爽 正面看着挺好看的 有种文官气质 在拍水边戏份时 张婉一这一身黑色战甲 看着非常霸气 少年将军的风采出众 柳州纪剧情讲述聪明果敢的柳棉棠 为养山第一寨主 带领养山众人惩恶杨 匡扶正义 却在多方恶势力加工下 神负重伤 被怀阳王崔行舟救下 柳棉棠醒来后 关于养山的记忆全无 将崔行舟错认为夫君崔九 两人的感情一次次面临考验 陈香带终于走到了一起 陆剧男性最新古装造型 而云秀行仙台有数邓维 邓维的新剧云秀行合作 李一同曾顺兮 饰演男儿查硕寻 对李一同饰演的洪秀丽 有近乎偏执的爱 在剧中算是个风批的反派角色 风格虽然和以往纯情形象不同 但这样邪魅的造型 却也意外适合她 云秀行改编自日本动画 彩云国物语 剧情讲述出生于名门的洪秀丽 经过重重困难 女性官吏出任周末 最终平定了各州的反乱 造就了空前繁荣的盛世 并收获了爱情 仙台有数则是 邓维首次单纲男主角的古装剧 可作女星向寒之 剧情讲述先修奇才苏毅水 在18年前被师父母亲哥改变天命 而母亲哥也为此背负无名死去 18年后母亲哥化为薛冉冉 而以继任西山派掌门的苏毅水 将体弱宾死的冉冉收入门下 是要护她一世周全 自此试图身份对调互换 仙台有数 这月才刚开拍 邓维这次在剧中是高马尾的造型 帅气依旧 也在网上掀起热议 而最近又是出一套带感的新造型 是苏毅水第二世入魔的装造 宽大的黑色衣服加斗泡 搭配邓维优秀的身材 这气场都要一出荧幕了 路透图虽然有点糊 不过邓维的五官冲击感很强 有种要大杀四方的感觉 缝皮大魔头的味道顿时有了 又一套惊艳的新造型呀 陆剧男星最新古装造型 三颜星际大梦归离成磊 成磊平云之语 功尚绝一绝收获高人气 而他的新剧阎星际 将合作罗云西 松衣 卡斯阵容豪华 成磊在阎星际的造型也曝光了 造型和先前在序言有点相似 他在剧中饰演的是男二伤别离 人生美强惨 原先是帅气大将军 但在战争中被敌方割下鼻子而毁容 之后便一直戴住面具 与陈瑶以及黄日盈 都会有一段非常唯美的感情线 早先也是流出了彼此同框的画面 娇小唯美的陈瑶 一身古装显得非常的唯美 成磊一身鼻挺的服装 陪伴左右的场景 也的确是极肤CP感 黄日盈和身着盔甲的成磊在一起 男剧女美 同样满足了观众 对于古偶CP的一切幻想 另一部《大梦归离》 则是近期刚开拍 卡斯阵容还有在云之雨 饰演弟弟的田家瑞 而成磊是客串角色 不过造型依旧令人惊艳 发色换成棕色 感觉也是嫌弃十足 陆剧男星最新古装造型4 杜华年张灵鹤 张灵鹤新剧杜华年合作赵金脉 这对组合虽然蛮新鲜的 但两人同框也很般配 赵金脉站在张灵鹤 还有最萌生高差 杜华年改编自小说《长公主》 剧情讲述大下朝《长公主》 与当朝首府裴文轩一梦两世 仇人便闺蜜道情人 两人重拾信赖 一起搞事业 从相爱相杀的欢喜冤家 到闲婚厚爱的故事 不过网上对张灵鹤 在渡华年的古装 扮相评价量级 不少人觉得相较宁安如梦 几仓蓝绝的造型 这次反而略显普通 而且和虎盒摇尸路一样 发型并不适合张灵鹤 陆剧男星最新古装造型 五大梦归离侯明浩 侯明浩虽然古装作品不算多 但他的古装每次都让人惊艳 是名副其实的古装美男 而新剧《大梦归离》 合作的是陈都林 这对高颜值阵容非常养眼 导演还是郭敬明 近期刚开拍 网上热度也很高 郭敬明小四一次放了四张图 郭敬明镜头里的侯明浩 的话题词条立马上了热搜榜 看得出他对这部剧还是挺重视的 然而宣传效果不明显 图片一放出来 就收到了很多质疑声 有人觉得郭敬明 把侯明浩浓厚的俊美少年气 全拍没了 把侯明浩一个帅气少年 变得十分具有阴柔之气 《大梦归离》 剧情讲述一心求死的大妖赵远舟 巧遇了少女闻笑而有所感悟 两人与一群热血少年及少女结伴 展开一段奇幻冒险的故事 侯明浩的脸足够好看 特写镜头不是压力 而是气势碾压 这张脸天生丽质 就是什么装造都有生还的可能 再百遍的装造都能够扛得住 用粉丝的话术来说 侯明浩是一脸扛之 演员就是要多变 而不是重复单一的帅 一人之下 王爷有王爷的风格 《大梦归离》 《朝远舟》也应该有身为大妖的独特风格 演员不能永远一种形象 而不顾及角色本身 陆剧男性最新古装造型 《六千朵桃花仪式胎》张冰冰 张冰冰的新剧《千朵桃花仪式胎》 合作女星是今年平常月记名 小货人气的孙真妮 日前网上已经曝光两人的定装照 不过同样获得两极评价 有不少网友觉得造型质感不过关 特别是假发感觉很粗糙 无法衬托出两人的颜值 这点比较可惜 《千朵桃花仪式胎》 剧情讲述清高持重的 雍雪城少城主谢雪晨 与五妹撩人的暗喻圣女慕玄灵 三个身份下的爱恋痴蝉 逆天改命的故事 陆剧男性最新古装造型 七相司令宋威龙 索威龙是比较适合线偶剧的男星 虽然也节拍了不少古偶剧 但古装造型就没那么亮眼 几乎每次都被吐槽 不过这次新剧 祥司令造型曝光后 却意外获得好评 抑郁造型很适合他 而且搭上杨颖的CP火花也比预期强 因此让不少粉丝开始期待这部新剧 祥司令改编自小说《抢来的新娘》 剧情讲述军家长女君契罗 从小拥有住双重身份 对外为军家私生子君非凡 君契罗在20岁的时候被带回北炫 自此君契罗开启一段在一厢艰难生存的经历 带助家人重振家业 录剧男星最新古装造型 拔大凤打羹人王赫帝 大凤打羹人是王赫帝季苍蓝爵爆火后 截的首部古偶剧 合作的女星是田细威 而这部除了阵容吸睛爱 制作团队也不容小觑 合作的是坠续的导演及编剧 剧情讲述男主许奇安 远是一名现代远警 擅长探案 后下海经商 因酒精中毒身亡 穿越成为大凤王朝经兆府 下下敞了县衙的捕头 王赫帝在大凤打羹人的造型 也和先前苍蓝爵及浮屠猿有些不同 反而风格更像江叶 都是以高马尾的造型居多 而田细威 王赫帝同框画面也不为何 两人还被笑称为长腿CP 168公分的田细威 搭上183公分的王赫帝 真的蛮强艳的 我们必须的捕头 看起来 有什么地方 从hora馆面到